平静的村庄突然出现来历不明的女子 说不清楚自己是怎么来的 越南新娘背后竟然有令人震惊的案情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婚嫁 它应该是个案件 顺藤摸挂 警方破获拐卖妇女儿童大案 11人特大拐卖团伙 将面临怎样的法庭审判 庭审现场马上播出 公安部583号打拐大案 2015年4月 云南省猛自始公安局的民警 在一次对赞助人口信息的常规核查中 发现了一名形迹可疑的女子 接触该名女子 不愿说什么东西 多多散散的 言辞之间闪烁其词 表达说不清楚自己 是怎么来的 该名女子的反常表现 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接下来警方得知 该女子是越南人 那么就存在一个疑点 她是怎么入境 是否是合法 引起了公安机关的高度重视 那么这个越南籍女子 为什么要有意地躲避警方的排查呢 她说她是越南人 她是在自己不情愿的情况下 被他人 以到中国武功为幌子 骗到中国警官 该女子告诉警方 她是被人以武功为名 骗到当地 然后又被卖他人 当了儿媳妇 半安民警 马上意识到了 事态的严重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婚嫁了 我们初步断定 她应该是干家 根据该女子的描述 警方迅速锁定了一个 绰号叫花姐的 桃姓中年妇女 随着调查的逐渐深入 警方又有了新的发现 而让警方惊讶的是 这四名被拐到当地的 所谓越南新娘 都和那个姓陶的中年女人有关 那么我们就通过 就是对四名女子的 他们怎么来的 这些整个过程 进行了疏离 发现一个共同点 都是经由性淘的这个女子 所接受 种种迹象表明 这个绰号花姐的 桃姓中年妇女 涉嫌拐卖妇女的犯罪行为 同时警方判断 在花姐周围 应该有一个专门从事 拐卖妇女的犯罪团伙 蒙兹警方迅速成立了专案组 对案件展开侦破 同时将了解到的案情 向上级公安部门汇报 我们足迹的上报 上报给周公安局 周公安局的足迹上报以后 审公安厅 行政总队 就报给了公安部 公安部导拐办理 就把它列为583号 挂开独白案件 进行侦破 经过警方缜密侦查 一个以陶凤英 熊文才 黄自荣为骨干成员的 拐卖妇女的团伙 出现在办案民警面前 就当民警准备对该团伙 实施抓捕当天 又有了意外的收获 抓获熊 黄 以及姓黄的老婆 同时在其出书屋里面 也解救了一名 刚被他们拐来的 一名艳兰经理者 其中姓黄那个 还涉及到另外一边的事情 拐卖儿童 也是同时发生在那天 要进行交易 成功解救了一名 刚出生11天的一个女婴 我们抓获犯罪嫌疑人4年 我是七集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评审现场 这起被公安部打拐办 挂牌督办的拐卖妇女儿童案件 经过蒙泽警方 历时近10个月的诊密侦查 最终抓获犯罪嫌疑人11名 并成功解救被拐卖的 越南籍妇女11人 以及一名女童 另外还有一名中国籍 刚出生11天的女婴 对于拐卖妇女儿童的案件 不仅是公安机关的打击重点 民众对拐卖妇女儿童的 犯罪行为更是深恶痛绝 那么这11名犯罪嫌疑人 为什么还要铤而走险 他们都是些什么人 面对法庭审理 他们会认罪吗 法院马上开庭 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 评审审现场 开庭 蒙子市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 现在开庭 传被告人到庭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78条第183条之规定 今天本庭在此 依法省力 由蒙子市人民警察院提起公诉的 被告人陶凤英 熊文才 黄自柔 李德璐 罗云飞 李秀珍 王真贵 吴正林 杨桂花 杨晓琳 罗开庭 涉刑 放 拐卖妇女儿童罪案 下面进行法庭调查 首先由公诉人宣读起诉书 蒙子市人民检察院蒙检公诉刑诉201632号起诉书 公诉人向法庭指控 2014年3月至2015年4月期间 11名被告人以买卖为目的 收买 贩卖 接送 中转妇女儿童 其中 被告人陶凤英拐卖妇女8人 被告人熊文才拐卖妇女4人 被告人黄子荣拐卖妇女3人 儿童1人 被告人李德璐拐卖妇女2人 儿童1人 被告人罗云飞拐卖妇女2人 被告人李秀珍 罗开庭参与拐卖妇女 被告人王增贵 杨晓琳 杨桂花 吴正林 共同参与拐卖儿童1人 上述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充分 应当以怀卖妇女儿童罪分别追究其刑事责任 起诉说 宣读完毕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 红河州位于云南省东南部 与越南接壤 双方编民不仅有贸易往来 而且语言互通 这也给一些犯罪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 应该说我们红河州 红河州和越南应该是两省一市六个县 是个兵竞集团的地方 而且我们蒙子 立于我们红河州的两个 各家级开放口 一个河口 一个精品的精髓河 也不也 所以说蒙子的地理的特殊位置 确定了我们这个犯罪分子 可能会偷益出去 或者是以对方的 以各样的一些 这个人犯子的记住 把民警告诉记者 案件侦破后 公安机关根据我国相关法律规定 已经将所有被拐卖的越南籍妇女儿童 遣返回国 因为根据我们 就是相关的法律规定之行 这受害人 我们在相应进行起证之后 我们全部依法遣返 因为他没有合法手续 他在我们国内 这种不合规的 公诉机关 针对11名被告人 向法庭宣读了12起犯罪事实 这起案件不仅被害人 人数众多 而且被拐卖的地狱 也涉及两省两市 涉案金额40多万元 把活生生的人当成商品 明码标价 转手贩卖 甚至连刚出生的婴儿也不放过 令很多家庭破碎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 对管卖妇女儿童犯罪 深恶痛绝的原因 那么面对公诉机关的当庭指控 11名被告人 又会有怎样的说法和辩解呢 让我们一起走进 接下来的法庭调查 被告人陶凤英 你对齐叔叔指控的罪名 及其指控的犯罪事实 有没有意见 你有意见 被告人雄文才 没有 黄自荣 有 李德陆 有 罗云飞 有 李秀珍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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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闻珍贵 没有 吴正林 没有 杨桂花 你对齐叔叔指控的罪名 和犯罪事实 有没有意见 有 杨晓琳 没有 罗开庭 有 法警 留那个陶凤英审理 其余被告人带出法庭 被告人陶凤英 你刚才说 你对齐叔叔指控的罪名 和事实有意见 下面有你向法庭 陈述你的意见 我 有 好 你先控制一下 你的情绪 慢慢的说一下 我没有 走过 这些死签 你没有 走过 我没有 走过 好 公诉人 是否需要 训问 被告人陶凤英 我说普通话 你能不能听得懂 我听不懂普通话 你个人是 你气头痛 我不认识 一股都不认识 黄智忠是否认识 我不认识黄智忠 请问查个认识 我不认识 你是否帮助 他人介绍过 女朋友 或者是妻子 我从那边干过 这种事件 你是否与生麻 并与嘎 媳妇为业 收取茶梨 想必让 嘎 是妻子 给业重心外 不认识 早听 我们的讯号 结束了 好 那个被告人的 并护人 是否需要发问 陶方言 你想请你 办的这种实施 这种法令的态度 你执行的会议 2014年至1年 你给 违背人 接受过媳妇 收取过蔡礼 我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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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告人 陶凤英 当庭表示 他不仅没拐卖过妇女 而且他都不认识 雄文才等人 那么 被告人 雄文才 又会怎么说呢 被告人 雄文才 你是否认识 刚才 在庭上的 其他本案 同案人 我认识 你认识谁 陶凤英 还有呢 黄自用 陶凤英 有没有绰号或者别名 叫他花姐 叫他花姐 你有没有和他一起卖过院长女人 有三次 有三次 是几个人 卖了几个 跟他们 跟介绍了三个 三个厨 你们两个 共同实施的 拐卖妇女行为当中 陶凤英 是否全程都参与了 从头到尾 他是否在场 在 雄文才贡售 他和同陶凤英 一共收买 贩卖过三个妇女 而且是两个人 共同出资 平分收益 你们的钱 是怎么分配的 都是两个平分 那你们出钱购买的钱 是由谁出的 他跟我一起出一个 没人一个出一半 你还和谁一起实施过 拐卖妇女的行为 跟这个 黄泽佣 他是和谁一块去住 他和他的 他媳妇吧 他媳妇和李那样 你书生是吗 是 雄文才贡售 为了防止被拐女子逃脱 他们还在家中 对其进行看守 也就是说 黄泽佣 以及李秀珍 他们俱住在一块 被看守的 本案的被害人 也是居住在那里 是吗 打到他家的了 收买以后了 打到我 先放在他家 后来又带到你那去 法庭上 雄文才对自己的 犯罪行为 共认不讳 那么 究竟是谁 第一次提出来 要通过拐卖妇女赚钱的呢 那个雄文才 我是这个 陶凤英的辩护律师 那么 你们第一次 这个拐卖 这个越南级女子 是你约了他 还是他约了你 是他有我呢 你们有没有 采用过暴力啊 或者是摧残啊 这些手段 没有 拜托雄文才 下面有法庭问你一个问题 你们购买的这个妇女 是从哪里买的 自购了嘛 说他们从 户客地消了嘛 带了到 孟子之村 之地了嘛 我们出去 谁买的 是谁联系的 花姐 你说的花姐 是陶凤英吗 是 好 法警将被告人雄文才 带出法庭 带被告人黄自荣 法庭上 被告人黄自荣 对拐卖妇女的犯罪指控 没有意义 但他同时表示 对于拐卖儿童的指控 不认可 只要认为打电话 说人家不要 打电话说人家不要 主要说是 哭也好 就回家 我们当少一样的哭也 主要是 小我好 羊羊好 低摸 骨子大 身体好 还是可以收养 你人没见着 你怎么知道 你要自己收养 就是他打电话 你跟王增贵说了 是你自己收养 还是要准备 卖出去 自己收养 黄自荣说 他当初听说是孩子的父母 因为想要男孩 所以要把刚出生的女孩送人 他这才让被告人王增贵 过去抱孩子 自己准备收养 那么事实 真的是这样吗 你认为是他父母不要这个小孩了的 对对对 其他还有没有 其他不对 那个黄自荣 李秀珍是你的妻子还是你的女朋友 女朋友 在此之前你接过婚没有 接过了 有没有小孩 有 有几个 李秀珍在和你在一起之前 他接过婚没有 他还是接过 他有没有小孩 你还 有一个女孩 李贵珍那个姑娘也嫁了 我两个儿子都前面结婚了 那个孩子 你的两个儿子结婚之后 现在有孩子没有 小我都有 九岁 既然黄自荣已经儿孙满堂 而且同居女友李秀珍也有女儿 那他为什么还要想收养一个刚出生的女婴呢 黄自荣说 事实上是李秀珍跟他说想收养一个小孩 对此说法 被告人李秀珍又会怎么说呢 李秀珍 你与黄自荣是什么关系 朋友 什么朋友 朋友就是朋友 你有没有向他人介绍过越南 越南媳妇 没有介绍过 我说过的 没有孩子问他 说你没来到这里 你人们的女后家 也或是我们的亲戚 小伙子家挺好 你可以嫁在我们地方 你说姑娘们打那 就这些人要向他说过的 你说你去跟他 他说 劝说过 可以在这边嫁人 是吗 有没有人给过你介绍费 介绍费呢 就是要过亲家 要过亲家 给了你多少 四千六倍 给了你四千六百 元 是吗 李秀珍供述 他没有直接拐卖过妇女 只是充当中间人 劝说过越南女子去嫁人 为此还得到了四千六百元的好处费 那么他是否和黄自荣商量过 想要收养一个女婴呢 就是说你和黄自荣在一起 你有没有向他提出来说 你想要个小孩 没有 从来没有吗 我都是想说走碰鱼 他有待你家庭 走碰鱼 走对对不对 我给我的小话宰 我不想讲 好 法警将被告人李秀珍带出法庭 带被告人王真贵到庭 好 公诉人是否需要讯问 需要 可以讯问 被告人王真贵 你是和谁一起到的金瓶 收买儿童的 吴真林 杨桂花 到了金瓶以后 你是和谁联系的 杨晓林 杨晓林 是否清楚 你到了金瓶熊二家 是要去买孩子的 清楚 你们买小孩的钱 是谁拿出来的 吴真林 杨桂花 他们两口子拿出来的 你准备把小孩卖给谁 黄自荣 王真贵供述 因为黄自荣和他说过 要买一个小孩 于是 他就让被告人杨晓林 联系卖家 又让被告人吴正林 杨桂花夫妻俩 假扮成孩子的父母 一起去接运孩子 以躲避警方的检查 事成后 各自分离 你是如何和他商议的 卖小孩的细节 黄自荣叫我去买的吗 他叫你去买 买了他要干什么 出卖吧 他还要卖 他给你多少钱 他给我八千 你有没有向杨晓林说过 你要下去看货 我说过 货的意思是什么 货包不包括小孩 包括 你有没有明确的像 吴正林以及杨桂花夫妇 说明你们是要去干什么 说明的 为什么要一对夫妻呢 你是希望他们去了 帮你达到什么效果 就是隐瞒的效果 隐瞒 好像帮成他们的孩子 是吗 就是那种 杨晓林 你有没有跟他商议过 要给他钱的事情 说过 就是我们四个人 平分了 在接下来的法庭调查中 被告人李德璐表示 自己没有拐卖妇女儿童 他只是充当没人介绍婚姻 被告人罗云飞和罗开廷 则表示 自己什么都没做过 而被告人 吴正林和杨桂花夫妻俩 则辩称 他们只是帮忙去抱孩子 并不了解其他事情 对于公诉机关的当庭指控 11名被告人各有说法 被告人陶凤英一家三口 同庭受审 拒不认罪 我们也组织这些事情 接下来 公诉人将出示怎样的证据 还原事实真相 曾经被拐卖的被害人 为何又变成了被告人 其实我这是给扫害在英文 法庭上除了被告人 雄文才 李秀珍 王增贵 杨晓林 对公诉机关的指控 没有意见外 其他的被告人 对于自己的行为 却是各有各的说法 被告人陶凤英 罗开廷 罗云飞更是表示 自己什么都没做过 警察是抓错了人 那么公诉人接下来 将会出示怎样的证据 来还原案件的真相呢 让我们接着往下看 下面由公诉人 针对指控的犯罪事实 进行举证 公诉人首先向法庭 出示了相关物证照片 辨认照片等刑事证据照片 接着公诉人出示了 被害人古某的陈述 古师妹称说 在2014年5月份的一天 他被人强行的 从越南带到了中国 他被一个老人 带到自存的一个水库附近 这个老人一直守着他 这个老人偶尔离开的时候 也会把他缩在家里面 在此期间 有一个妇女回来看他 有一次 这个妇女问他 是不是要假人 古师妹就说 他不想假人 想回家 这个妇女就告诉他 要假了认才可以会客 古师妹很害怕 想着就先答应他们 再招机会 逃跑 与北韩人 古师妹呢 趁树翔怼呢 由古师妹 怼任想的辨认 经过北韩人 古师妹辨认以后 忍出 套逢因 熊文才 就是将他警信 拐买了中年妇女和男子 公诉人随后向法庭 出示了被告人熊文才 在公安机关所做的供述 不仅证实了 他和陶凤英的犯罪事实 同时证实 他们在卖掉被害人古某的过程中 赚取了一万三千六百元 熊文才供述 有一天 花街打电话给他 要送一个越南小姑娘到他那里 并且告诉他要二万六千块钱 后面这个小姑娘就被 熊文才和花街 以三万九千六百元的价格 买给了这个买家 公诉人接下来 向法庭出示了 陶某 李某等十名被害人的陈述 以及相关证人证言 不仅证实了被告人 陶凤英 熊文才 黄子荣 李德陆 等十一名被告人 拐卖妇女儿童的事实 同时 人们也惊讶地发现 被告人陶凤英 罗开廷 以及罗云飞 竟然是一家三口 共同涉案 花姐的老公 收账 然后提供住处 场所 这个就是 提供场所 他儿子呢 中转接送 驾驶摩托车 接送周转 然后看守 主要策划 他老妈 花姐 就是他家妈 他母亲 办案 民警告诉记者 陶凤英等人之所以在短短一年内能屡屡得手 就是利用了被骗女子急于摆脱贫困的心理弱点 这些人通过我们跟他们了解 他们在那边 就是说是 也是生活在他们夜南的那种生活底层 家庭贫困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不轨的那些犯罪分子 撑袭而入 通过就是他们这种心理 想外出来我赚点钱 所以就过来 在这个过程中 有一定的欺骗 恐吓 捕获等手段都有 而区别于正常的谈婚论嫁行为 本案中 所有的被拐卖的妇女 都是在不情愿的情况下 做了别人家的新娘 过来了 扬眼一抹黑 完了 什么都不知道 人生第一步少 情况也不明 任人摆布 如是你情我愿的 而是就说 就像以商品一样 定个价 的形式 带走所谓的夜南新娘 拐卖妇女儿童罪 是指以出卖为目的 拐骗 绑架 收买 贩卖 施诈 接送 中转 妇女儿童的行为 根据我国相关法律规定 对于拐卖妇女儿童的犯罪行为 根据情节 可判处 有期徒刑 无期徒刑 甚至死刑 那么本案的11名被告人 最终将为自己的犯罪行为 承担怎样的法律后果呢 让我们继续关注 评审现场 法庭辩论 好 法庭调查结束 下面进行法庭辩论 下面 首先有公诉人发表 公诉意见 法庭辩论中 公诉人首先认为 虽然在法庭调查过程中 被告人 陶凤英 罗云飞 罗开廷 否认自己的犯罪行为 但是其涉及的每一桩犯罪事实 都有相关证人证言 被害人陈述 以及其他被告人的供述 互相印证 足以证实其犯罪事实 本案证据当中 有四名同案人 八名被害人 二十三名证人 均辨认出了被告人陶凤英 并指证 其实施拐卖妇女的行为 其中 还有三名被害人 及四名证人 也分别辨认出了 被告人罗开廷 罗云飞 参与了 拐卖妇女儿童的事实 在这些 能够相互印证 得铁证之下 被告人 做出 与背离客观事实 完全不相符的 辩解 都是苍白无力的 公诉人同时认为 本案十一名被告人 为谋取非法利益 置国家法律于不顾 拐卖妇女儿童的行为 理应受到法律的严惩 在本案中 被告人 是利用 在洪河州 和越南戒然的 这种地理环境 在非法利益呢 有获想 产生 关门 辅尼儿童呢 反 反对的念头 被告人呢 这种行为 无疑就是将 无辜的辩护人 当作财时差的 剥财一样 在景性 非法的买卖 转去中间茶角 而且 本案呢 被告人 忘增鬼 样销令 幻子绕 样鬼化物诊令 同样 举佑以反买的 为目的 事实的乖品 借送 这个新生恶女营的 行为 这种行为 举佑特别厌重的 社会危害性 应当受到 法律的验诊 法庭辩论中 被告人 陶讽英的辩护人 对公安机关 指控的罪名 和事实 没有异议 但同时表示 被告人陶讽英 有一定 从轻处罚情结 请法庭注意 这个 首先呢 在这个 犯罪过程当中 他们所采用的 这个手段呢 是较为平和 没有采取 暴力 强制 摧残 虐待 都没有 一定程度上 给予了 这个被害人 相对的人身自由 所以呢 从这个细节 我们 觉得那个 被告人这个 陶讽英的 主观恶性呢 还不是那么恶劣 被告人 罗云飞的辩护人 则认为 罗云飞的行为 完全是受 母亲的指使 主观上 没有拐卖 妇女的故意 事实上 罗云飞 对他的母亲 也就是 保养的 第一被告 陶夫妇 他是怀有一种 很尊重 甚至是敬畏的心理 平时在家里 是比较听父母的话 所以他参与这一次 这一次行为的话 也是比较被动的 其情节 而被告人 王增贵的辩护人 则认为 在拐卖女婴的 犯罪行为中 王增贵 是在被告人 黄自荣的指使下去 买的孩子 所以应该属于 虫犯 我们看到 这个儿童呢 是在什么情况下 是在被告人 黄自荣答应 可以拔卿的情况下 才推动了 这个犯罪 去实施的 并且呢 被告人 黄自荣呢 不仅是一次犯罪 所以我还是要说呢 他们和那个 黄自荣比较起来呢 他们基第二位 实际上 黄自荣要承担主要责任 其他呢 这些被告呢 不好分 那么 杨晓玲是提供信息的嘛 对不对 王增贵呢 他是 去 以示习条 在中心 去打桥 联系 这个作用的嘛 这个也不可否认嘛 这是国人的作用 他们后来这 四个人的作用呢 基本上不好怎么分 那么我们认为 他们四个呢 应该是重罚 王增贵的辩护人 同时认为 被拐卖女婴的父母 重男轻女的错误思想 也是导致案件 发生的诱因 那么我们 从整个过程来讲 他这个被告人 他是 他怎么 他是不应议养 这个娃娃 他要追求的是 要另外一个 要生个儿子 不要这个姑娘 这个呢 又为这个犯罪的产生呢 提供一个 病例条件 这个在 法庭辩论中 被告人杨桂花 杨小林的辩护人 则向法庭表示 两名被告人均属于出犯 且情节轻微 请求法庭对其 从轻处罚 法庭并论终结 依照法律的规定 在法庭并论终结之后 被告人享有 最后陈述的权利 十一名被告人 站起来 被告人 逃 逃奉英 下面由你做最后陈述 法庭上 被告人 逃奉英 罗云飞 罗开庭 依然表示 自己没有实施 拐卖妇女的行为 雄文才 黄自荣等 其他被告人 则请求法庭 从轻处罚 最后陈述中 让人意外的是 被告人杨桂花 同时向法庭表示 自己也曾有过 被拐卖的经历 三盘张 我说 这个嘛 由于自己没有问话 只是对于法律不了解 我都是 第一次 你福利福利 也参与了 这个案子当中 但是参与以后 我也仍得自己愁了 我还好坏 但是我也是 愿意接受 这个法律 对我的食材 还有第二点 对这个关门 其实我都是 好心平复一下 你的心情 平复一下 其实我都是 跟小孩在 因为 我都是 把 欠福利基金 有机会买过 支持的是 看一这个 自己的福祉 连在朋友前上 像是 不想帮忙去 过来 西里夫人 还是 走上了 违法犯罪的道路 我现在 真的很好 也知道自己 臭了 本案审理结束 带何怡婷 平议后 迎期宣判 法警将被告人 带回看守所 继续积压 休庭 立于熏心 他们铁儿走险 拐卖妇女儿童 11名被告人 最终将面临 怎样的刑法处罚 广告之后 法院将做出 怎样的判决 请继续关注 庭审信场 2016年7月 云南省蒙字市人民法院 对该案做出 一审认定 法院经审理认为 被告人 陶凤英 雄文才 黄自荣等 11名被告人 以出卖为目的 收买 贩卖 接送 中转妇女儿童 其中 被告人 陶凤英 拐卖妇女八人 被告人 雄文才 拐卖妇女四人 被告人 黄自荣 拐卖妇女三人 儿童一人 被告人 李德璐 拐卖妇女两人 儿童一人 被告人 罗云飞 拐卖妇女两人 被告人 李秀珍 罗开亭 参与拐卖妇女 被告人 王增贵 杨晓林 杨桂花 吴正林 共同参与 拐卖儿童一人 公诉机关 指控的犯罪 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充分 罪名成立 被告人 黄自荣 在刑罚执行完毕后 五年内再犯 系累犯 应当从众处罚 据此 法院作出 一审判决 被告人 陶凤英 犯拐卖妇女罪 判处有期徒刑 十五年 并处罚金 人民币 十万元 被告人 黄自荣 李德璐 犯拐卖妇女儿童罪 分别判处 有期徒刑 十三年零六个月 并各处罚金 人民币八万元 被告人 雄文彩 犯拐卖妇女罪 判处有期徒刑 十二年 并处罚金 人民币八万元 被告人 罗云飞 犯拐卖妇女罪 判处有期徒刑 八年 并处罚金 人民币六万元 被告人 罗开廷 犯拐卖妇女罪 判处有期徒刑 五年 并处罚金 人民币五万元 被告人 李修真 犯拐卖妇女罪 判处有期徒刑 三年 并处罚金 人民币三万元 被告人 王增贵 吴正林 杨桂花 杨晓林 犯拐卖儿童罪 分别判处 有期徒刑 五年 并各处罚金 人民币五万元 拐卖妇女儿童的 犯罪行为 不仅严重地 扰乱我们国家的 社会秩序 挑战人们的道德底线 同时也让很多家庭 亲情失散 导致家庭悲剧 甚至还会引发 更为严重的家庭矛盾 和社会问题 对于此类犯罪 我们国家各级司法机关 一直保持 从重从严的 高压打击态势 而对于 陶凤英 雄文才 黄自荣等 利语熏心 敢于以身试法的被告人 等待他们的 也必将是 法律的严惩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 听审现场 我是七期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